大家好,现在来教大家五步拳 五步拳是武术里的基本入门拳法 它这里边就包括了五种步行 所以叫五步拳 怎么说呢,就是有的人 他看一个人的功夫怎么样 打一套五步拳就知道了 下面呢,我先给大家打一遍 打一遍之后呢,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说 一个动作,一个动作 下面我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给大家来讲 五步拳,首先 它是武术里最基本的入门拳法 但是要想把这个拳打得飙飙整整的 也是需要时间的 首先第一个动作 就是立正先站好 然后抱拳摆头 抱拳,手从前面拉过来摆头 然后全抱腰间 然后第一个动作 马步推掌 推 手从这里推,从这里推出去 变成刚刚交的马步推掌 这个拳始终抱在腰间 马步推掌 第二个就是,第二个不行了 公步冲拳 冲拳 冲拳 然后这个拳也是在腰间 公步冲拳 然后提膝 弹腿冲拳 然后变成马步 左手变脚 右手变拳 然后 撤左脚 形成交叉 就是蟹部 然后冲拳 卸腹冲拳 然后转身 提膝 插掌 变成虚 变成瀑布 落 刚刚那个动作 变成功步 然后 站起来 虚腹 推挡 然后 上 不 收 然后 这就是一套五步拳 因为五步拳呢 它 本身就是带着刚刚给大家交的五种步行的拳 虽然说是入门拳法 简单的拳法 但是 如果就是 没有洗过五的五出爱好者 练的话 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所以 希望大家能够 也是认真的去练 因为这一套拳吧 还是第一话 就是基本功 基本步行 步行 基本步行和 垂法 如果能练好以后 你去练其他的东西 就是前面就是打好的基础 所以说基本功 真的在武术里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希望大家能早日学到 学会五步拳 早日学到更多的东西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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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